夏天是不是不适合增肌 冬天是不是不适合减肌 大家好 我是MyClean 今天就给大家解答这个问题 这些问题呢 都来自于你们在我的微博微信的留言 我在这里呢 以视频的方式集中做一个回答 首先呢 增肌与减肌 它取决的最大的因素有两个 第一点是你的训练是否到位 OK 训练的方法是否到位 训练的强度是否到位 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营养的摄入与消耗 OK 特别是热量的摄入与消耗之间的关系 要增肌的话呢 你必须训练到位 在训练到位的基础上 在摄入充足的营养和热量 可以集体修复的机会 再加上休息 那么就会增肌 不管你在夏天还冬天都可以增肌 同样减肌的话 你就要 也是要进行大重要的训练 让身体的保住肌肉 烧掉脂肪 那你必须呢 摄入要比消耗稍微少一点点 这样的话身体才会减掉 同样不管是在夏天还是冬天 你都可以减肌 那么为什么会 有些人有一种 这种感觉 就是夏天好像增肌比较难 冬天好像减肌比较难呢 因为首先 夏天的时候体温比较高 你的心跳 你的消耗的热量 就在静系状态 消耗的热量也比冬天要多一点 况且夏天的时候 有的时候睡眠也不好 室外活动比较多 你消耗的热量比较多一点 所以你如果说吃的不够多 或者营养不够多的话 很难达到增长体重增加肌肉 这样一个目的 同样冬天的时候 因为身体比较冷 天气比较冷 活动比较少 这个时候呢 就给人 活动比较少 你消耗的热量也比较少 如果你吃的东西 冬天的时候 节日比较多 吃的东西再一多呢 就给人造成一种容易 很难减肢的这样一个假象 OK 再举一个例子 健美比赛 健身比赛 常年都有 那些人都是 不管冬天夏天 都能够增肌减肢 我自己在去年的时候 也在夏天大概增长了 有30磅 后来也在冬天的话 减掉大概20磅左右 所以亲身经历也体验过 夏天也可以增肌 冬天也可以减肢 关键是训练到位 然后营养平衡 要控制好 好的 今天就解答到这里 希望你觉得这个视频 有点作用 谢谢你的观看 我的视频 它都在国内外 各大视频网站都有 然后呢 我再 你可以关注 我在微博 微信 还有海外 可以看我的 Facebook YouTube 用户名都是 MyClean Fitness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